接下来最近的消息也为大家同步来插播 东江王国附近的南太平洋海域 今天发生了规模7.2地震 根据了美国地址 调查所的资料显示 阵源的深度167.4公里 但是美国的西岸 加拿大等临近地区 都没有海啸风险 目前最近的消息先提供给大家 同步也来关心 这是杭州亚运会 现在倒数计时当中 100天之计 杭州亚运会的火种在杭州 这是古城遗址公园 大漠角山长成功采集 火种盒被点燃 意味着亚运火种采集成功 梁祖古城遗址 是石正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在这里采集亚运火种 寓意着在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点燃了象征亚洲大团结的体育之火 文明之火和平之火 在15号的上午时 就会宣传白色服饰的彩火使者 缓步登上台阶 石就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代表第19届的亚运会 而彩火使者手持彩火笨 走向了彩火的装置 装置中心是一面的凹面镜 那外圈采用的是玉璧造型 亚运火种采集仪式 结束之后 9月中旬将在杭州西湖 举行第19届 亚运会火炬点燃 即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之后火炬将在浙江市一个尝试 要全面的传递开来 同步来关心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焦点 即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 从202年3月开始 连续10次升息之后 在14号终于按下暂停键 不过是暂停哦 FED决策机构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NC 14号结束为期两天例会 宣布维持5%到5.25%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不会改变 也符合此前市场预期 不过FED暗示下半年 可能将在升息两码 也就50个基点 也就说本波升息循环 仍然还没有走到终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